接着又从塑胶袋拿出另外一把 同样也是改造手枪 警方一举查获两把手枪 十颗子弹 藏地的地方竟然在洗衣机里 这一台看起来不起眼的洗衣机 被一层一层的布盖着 已经放在家里相当的久 警方找上门时 嫌犯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警方日前接获勤资 只称犯嫌平日涌枪自重 经收证多日 向基隆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 前往犯嫌住处搜索 当场查扣 改造手枪两把 子弹十发 弹夹两个等证物 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移送侦办 警方再次重申 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类犯罪 将持续严重执法 打击黑帮 绝不宽待 50岁灵性嫌犯是帮派成员 有毒品强盗前科 被查获枪支时 坦诚枪是他的 但已经很久没使用 另外新大网络巡逻也有收获 警方来到嫌犯家中 数一数 总计有27株的大麻 无姓嫌犯在网络上买大麻相关物品 遭到警方锁定 才发现他无事自通 学习种植大麻 警方接连查获 要压制黑帮的势力 针对近日有帮派组织 那贾介在酒店举办春酒 来重大帮派的声势 导致民众的护面观感不佳 那金融市警察局 为杜绝此风气 在昨天22点 通报各单位 针对辖内的帮派成员 所经营的为市 相关的处所 实施全面性的领检 展现警察维护治安 打击犯罪的决心 并宣示公权力 不容挑战 那在本次 同步领检期间 本局共出动警力有120名 那领检 治安热点有52处 那在昨天 也破获各类刑案 有23件23人 那期货同期犯有1名 那其中以第一分局 查获天道蒙 同兴会 的不法分子林某某 持有改造枪支 两把 子弹10颗 另外在第二分局 也持收手票 在本市的安乐区一带 那查获天道蒙 太阳会 不法分子张某某等三人 那涉嫌 新兴 制造新兴 制物品的分撞工厂 那刑警大队 侦乐队 也循现 在网路巡逻 查获了吴某某 种植 毒品 大麻 那有查获相关的一些 相关机证 金融市警察局 表示 绝不允许 帮派组织 借由婚商喜庆 等公开活动 来壮大盛事 那为了强化公权力 我们强势执法 并且会持续 透过各种侦查 及行政的相关 检查手段 收报 相关的帮派 活动的处所 那我们会全力来查记 帮派的维市行业 从沿头来斩断 它的金流 全台警方执行大扫黑 不容许公权力 受到挑战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道